大家好,祝愿大家有一个愉快和幸福的一天 接下来是今天的主要内容 品牌对肖战的一番操作 这次怎么又让内鱼安静了呢 又是小半月没正经更新内容了 上来之后看了一眼咱内鱼还是那样 万年不变的那些寡淡无味的陈年就瓜 没办法,谁让吃瓜群众就爱好这一口呢 对明星节、离婚、渣男、TX恋等花边新闻就是百吃不厌 也没办法,目前的大环境就是如此 只要不消费我情绪和骗我钱怎样都行 让我上线又决定更新一篇的原因是 这两天围观了大瓜之外 且是笔者日常在忙也会高度关注的艺人 品牌这次对肖战的一番操作 这次怎么又让内鱼安静了呢 品牌这次对肖战的一番操作 这次怎么又让内鱼安静了呢 肖战以谷起品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品牌全球 ARGE中唯一一个亚洲人 当然除了粉丝之外 对这些倒并不关注 但谁让在此之前内鱼又有一波明星出展时装周 且都因为待遇问题真的是面红耳赤 但是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肖战现在竟然成了内鱼打破对方虚假繁荣的工具 别慌,这不是贬义 是把肖战出席时装周之后所受到的品牌礼遇作为衡量其他人时尚待遇的标准线 靠得越近待遇就越高 围观下来之后 哪怕肖战参加米兰时装周已经过去了8个月 待遇放到现在依旧是最顶的 尤其是这组为品牌拍摄的鞋旅推出70周年特别呈现的视觉宣传片 并且是在品牌新创意总监上任之后 在全球大片中出现的首位亚洲面孔 被时尚大V们一番解释 不明觉厉 除了一些不恰饭的时尚大V 其他的时尚媒体比想象中的安静很多 毕竟肖战自带流量这是连文旅界都知道了 平常简宣传片把肖战唱国的歌当作BGM 就自带赛博摇人的密码 那点赞数据肉眼可见 肖战刷新奢牌礼遇这事 能让时尚圈这么安静的原因也很简单 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认为肖战能拿到这样的待遇 没什么值得奇怪和质疑的 是他努力得来的 与之影响力相匹配的 与品牌合作是对等的 另一部分原因是肖战低调又牛X的事情 并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这毕竟挺打脸的 不禁感叹 发生在肖战身上的是真挺戏剧性的 在Gucci的最新大片释出之前 不仅有开云集团的CEO 那个因为坐在肖战身旁看秀 而让自己搜索量激增的 Marco Bitsari先生 在今年9月份被报道将要离职的消息 引起哗然 紧接着就是 Gucci的更换品牌创意总监的消息 并且清掉了社交平台以前的所有信息 一片空白 当时网友好奇机了 一个奢侈品集团的高管和一个高奢品牌更换了决定品牌风格和调性的设计师 这无疑是大换血 就在此时 不少人认为品牌改朝换代之后 这些代言人何去何从 还能不能继续和品牌合作 还有一些假 业内称 Gucci和肖战的合作要结束了 2023年不再续约 试图嘲笑肖战商业价值降低 连播三部剧反响都不好 导致代言狂调 为了增加这种可信度 有网友汇总出了肖战近三年更迭的代言 来说明肖战代言调了十几个 只想说一句 兄弟 你咋不从肖战出道后开始算起呢 都结束快三年多了 代言人都换了好几轮的品牌 也值得拿出来凑数嘛 再加上肖战在徐克的射雕英雄传 挟支大者拍摄进程进入尾声 除了为品牌的大秀拍摄了宣传片以外 没有任何其他消息 更让看戏的网友认为 这些人所说内容的可信度 结果 结果正如现在所见 有些网友死撑嘴硬 继续嘲笑肖战此次的奢牌待遇 认为这次品牌只是在海外宣发 限定地区而已 结果 结果打脸速度是真快 品牌不仅同步宣发 投放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官网 还将Shangshang Beijing打在了海报上 这番操作之前可没有过 然而 品牌的操作还没结束 将社交平台的版头 全部换成了肖战的形象大片 品牌以往只放模特和主推产品大图 还没把中国区的代言人 作为版头的banner 你看时尚待遇这种东西根本就不需要解释 哪怕是不专业不懂时尚待遇的人看到品牌这样的操作也一目了然 不需要任何解释 不需要任何限定词道 更不需要时尚媒体来为之背书的直观 既然是无效播剧 那这顶级的时尚待遇又该如何解释 看到很多大V都说肖战今年联播的三部剧是无效播剧 无任何加成 那如今的品牌认可和超高的待遇又该如何解释 想起写了一半的图文一芒于般转而搁置 但里面有段话在这篇文章中使用也特别合适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普通人去关注一个明星今天代言了什么 未来要代言什么 他代言了品牌之后销量有没有增长 代言后有没有上品牌财报 并点名在官宣代言人之后为品牌带来了裂变的影响 有多少个代言到期不合作了 以前的代言被谁接盘了 上一个代言人是谁 等等等等 但唯独在肖战身上 这些正常更迭和商务合作的拍摄 原本并不会成为娱乐新闻热点的内容 会成为网友们讨论的热点 是不是一边点头一边觉得奇怪 但这些也很好解释 皆和肖战曾经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 而且当时并不是以一个乐字人身份参与者非常多 且我也因此入局 真正的普通人都在验证 这个曾经跌落谷底 被几十万人追着骂的明星和粉丝群体 到底是不是如这些人所说的这么不堪 也因此让肖战每一个合作的商务和倒期的商务 都这么受关注的最大原因之一 商务代言这东西深度关注内于几年 发现这些是资本捧人的配套工具 不需要普通人和观众参与完全可以一条龙 当然肯定会有人说肖战凭借陈情令爆火之后不也如此 但我们不是一起见证过肖战跌进谷底的过程吗 也围观了品牌被抵制和攻击的力度 然后再见证这些品牌一个接一个的来请他合作 但内于还有一个极其被忽略的规律 那些演技烂 不抗拒 没流量 没粉丝 没观众员等等类型的演员 他们不会缺戏拍 甚至还会高产 一年连播五六部剧的大游人在 反馈不好依旧可以做到无缝禁组 商务代言同样如此 他们没有号召力 没有影响力 却从不缺代言 内于当下的订报的标准也着实可笑 果然不能退网太久 要不然跟不上趟 很多让我看不懂 出道了大几十年 主演大几十部剧 如今还需要用网络榜单 资政康剧 一提CVB转移话题 混了几十年 现在想起用商务代言来资政商业价值 一提号召力也只能转移话题 有时想想也挺可悲的 最让我不懂的是 最近怎么这么多 踩着肖战又要带着肖战来资政的 一会谁才是暴剧 一个是谁的奢牌待遇高 一会又是谁是暑期档最赚钱的剧 还有我们熟悉的大编剧讨论起 现在的电视剧为啥不挣钱了 为啥不挣钱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全都把马压在了流量身上 编剧依赖IP 大IP都难逃史上雕花的创作 为了营造出暴剧的假象 热搜铺天盖地 内容没有一点可看性 创作出来的东西就像复制粘贴 能挣钱才怪 回到肖战身上 都说他赶上了顶流的末班车 连顶五年没有更迭初心顶流 但逼者认为肖战开启了流量的真金白银时代 玉谷瑶的真金白银 让所有说他不报的人闭嘴了 真流量扛住全方位的严苛检验 强者本身就是规则的制定者 这也是卫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